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将三家和JJPTR有关联的公司 列入金融消费者警示名单 以提醒公众要参与或者是投资这家公司之前 必须提高警惕 不过他强调 这三家公司都有向大马公司委员会注册 注册生意是外汇交易 表面上算是合法公司 但是他们都没有获得国家银行发出的执照 因为只有获得国行执照的银行才能进行外汇投资 否则都是违法的 针对这个课题 百格就访问了其中一位投资者 真的很好赚哦 格外收入哦 根本都没有想过moneygame啊 就讲有钱进有钱来 快为本地风险 就分寸下去了 投资格哦 可以想到他们有25美金啊 或者100美金啊 然后他们就试试看投资哦 几个月后 诶 真的是可以赚到半倍哦 或者是几倍都有哦 然后可能他们就会开始贪心 不会想到哪个风险的东西 然后就会越玩越大了 会投很高啊 低风险啊 几个月真的是拿到选择就会好像税不了了 我投更多的资金啊 85%的人啊 会一投也多哦 也不会听外面的人讲 外面的人讲的 就觉得他们是拖坏者了 另外记者今天走访JJPTR的冰岛办事处 发现早前大门深锁的办事处今天有开门营业 里头更有大约20名员工为投资者填写表格 根据一名前来为下线填写表格的流性投资者透露 自己投资1000美元已经回本 而今天亲自造访办事处是为了帮尚未回本的下线填写表格 而员工告诉他会把刚加入的投资者转去投资新的项目 接下来也是有关于快速致富的新闻 一群民众包括十多名代理早前控诉 遭一名声称拥有拿督宣贤的快速致富计划投资公司的老板 朱正胜卷走600万令吉 而他之后也失去了联系 对此今天有四名受害者向国家银行投报 但由于这一类骗局并不在国行管辖之内 因此国行表示将会把受害者所提成的文件资料转交给警方处理 而警方目前已经进入调查 朱正胜已经被禁止离境 根据这几名受害者的说法 朱正胜以及他的陈姓一人女友目前身在吉隆坡 两人的身份也遭人其底 朱正胜还曾获得大马二十大青年楷模企业家大奖 另外记者尝试联络陈姓一人时 对方已读不回 来看下则新闻 为了阻止和遏止市政局摊位遭到滥用 微省市政局6月开始将实施新条例 以禁止市政局拥有的八杀饮食中心业者和街边小贩 聘用外劳或者是永久居民 包括本地公民的外籍配偶也不可以在市政局拥有的摊位工作 这项条例落实之后 一旦违法 市政局将直接充供摊位或者是街边摆售的物品 业者也可能面对营业执照被吊销的惩罚 接着把焦点转向朝鲜 朝鲜今天庆祝人民军建军85周年 外界原本就猜测 朝鲜会进行第六四核事 结果外界都猜错了 今天朝鲜选择在东部举行 时尚对大规模的炮击演练 而为了应对盛传的朝鲜再次试核 中国提高边境的警戒级别 美国的核潜艇今天也抵达了韩国港口 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未见放缓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周一 邀请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到白宫会晤 并且呼吁安理会严格制裁朝鲜 他说世人已经遮掩无视朝鲜问题数十年 现在该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最后有娱乐消息 乐团天后王菲自从2014年跟谢霆锋复合之后 虽然偶尔会被狗仔拍到亲密互动的画面 但两人的恋情算是低调的 日前号称是宋大嘴的中国中益娱乐评论家宋祖德就爆料说 两人已经协议分手了 更指两人复合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钱 他还放话说 如果消息是假的 他就直接直播吃400克的狗屎 说到这一名宋大嘴 他过去曾多次大爆娱乐圈八卦 而之后确实也真的发生了 比如张伯之艳照 王菲小女儿李烟有兔唇等等 所以这次特别引起网民的关注 无论如何 当事人谢霆锋获知此事之后 立即在脸书留言回应 期待他吃给我们看 好像在间接否认请便 那么今天的大事集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百个大事集是由 NH Nutri-Grain紫骨粮为您呈现 NH Nutri-Grain紫骨粮全面营养 呵护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